Hello, 我是LuckLuck 今次講一講這個魔法石九個的 Season神Up 抽不抽好 這個真是季節神Up 這個抽蛋機是會在11號 即是今日的11點 到後日星期一的11點 即是為期兩天的限定抽蛋機 今次是941機 在講抽不抽好之前 先講一講什麼 今次有強化的角色 首先是這一隻 親愛的紅龍都市 這個病嬌這個 這個美女 這位紅龍都市外表上是非常之OP 應該說是非常之可愛 覺醒方面是沒有變 技能方面18CD技 本身是一回合的無效貫通 現在是直接Buff到兩回合的無效貫通 即是18CD兩回合無效貫通 加上覺醒兩顆Skill Charge的話 即是6CD兩回合的無效貫通 是幾短的 不是喔 這樣計算應該是 流級數的短 3CD一回合的無效貫通 但是就綁多一色啦 火多色隊都不算特別好砌 還有隊長技方面呢 全3回1.6倍沒有變 半減沒有變 10倍攻沒有變 是由3均龍加算變4均龍加算的 這一下老實說Buff就不算很大 那作為一個多色Leader呢 那紅龍刀士是完全被 下日的那個泳圈妹 那個拉住泳圈那個靚妹 是完全被比下去啦 那這一隻作為隊長也是差一點啦 但是隊員方面是OK的 始終招技是短CD 是最快6CD的 兩回合無效貫通 那玩多色的話是幾受惠的 好 那武裝方面是 因為覺醒是多番火吊落 那技能是由30CD變25CD啦 OK 那都是長CD啦 那實際的變法不太大啦 加上覺醒是2way向就 都是... 都是差一點啦 好,next就是這一位啦 情人節的星海神 那覺醒沒有變 技能是由5CDBuff 阻操3CD的破屬性吸收 嘩,3CD技無條件破屬級是非常之短 那以非變身來說 這一隻都是最短的啦 那雖然就減回復力的副效果啦 但是影響就不算很大 那這一招技在這麼短CD的情況之下呢 我想那個... 用途可能會多一點啦 那看看打擊構成有沒有機會入回這一隻啦 那隊長技方面是Buff左做2.8倍血 20倍攻最大 那都是差一點啦 因為綁這個女別就難一點啦 但是隊員方面,招技是不錯的 好,那還有沒有呢?沒有啦 那有Buff的是只有一兩位而已 好,那就講一下正題先啦 那今次這個季節神套 能不能抽好呢? 九石機 那我想呢,就算我說不抽呢 你也會抽的啦 對啦,看到火潛艇呢 我想已經是很多人會九衝啦 那實際上這個Pay-up list呢 九石機來說呢 都是值得玩的 那九石機和十石機 我想這個機會率不會差很遠啦 應該都是一樣的1.5%啦 但是這個Pay-up list呢 是非常之豪華的 怎麼這麼說呢? 那大獎的有... 對啦,火潛艇啦 那...木潛艇啦 夜夜夜啦 還有天啟者啦 惡魔士啦 那單是隨手差點5隻 都是大獎來的啦 那接近大獎的是什麼呢? 那偵探啦 盡武裝啦 那耳精王啦 那...冰雪王啦 那...夏祭之侍女啦 那...花架啦 那...三世命王啦 對了,那這幾隻呢? 整七隻都是接近大獎的 那其他這些紅龍都市都很Q啦 那... 星凱神都有buff啦 獅子基都厲害啦 那...幾乎整個list呢 都是很厲害的 OK 那... 那你說抽不抽好呢 整個list是... 非常划算的 更加可以說是近期一個 最划算的10隻 神禮啦 那這個更加是... 有一個discount的變9隻 那都算是划算啦 對了,點子一數呢 那是有10隻都是非常之... 目前環境來說是非常之厲害的 就是假如大獎裡面呢 那你沒有2-3隻的話呢 那都幾建議抽的 但是另一方面 假如你已經是抽齊勢那麽制的話呢 只想追火潛艇一隻的話呢 那這個情況呢 我都是不太建議抽的 對了,深追是一個非常之... 危險的行為啦 所以就不建議單追一隻的 但是假如很多都沒有的話呢 我是... 那我都幾推薦這個pool的 起碼環境最強的雙前呢 這個火木前呢 都是榜上有名的啦 那只抽這兩隻都是划算啦 好啦...那這一個就是9 system up的 pickup list啦 將會在明天11點... 不...今天才對啦 今天的11點呢 就會開吹的啦 那至於我抽不抽呢 嘔嘔的抽不抽呢 那我想...那我就... 色神之前,即是剛好是色神開出前兩天 假如你想抽色神的話,那就千萬千萬忍受了 如果不是你用完石的話,13號就抽不到色神了 但至於這一個跟色神比誰底抽呢? 假設在兩邊都是沒抽過的情況之下 假設是兩邊都沒抽過的話 絕對是這個狗石機是底抽很多的 因為這個配合 list 都挺豪華的 所以金彈龍姬的色神,這個是底抽一點的 但前大系兩邊都沒有,都沒抽過 始終色神的四隻,七星,當是大獎 都是完全不及這個狗石機的兩隻潛艇 目前環境最一線的Leader 抽到的話基本上沒什麼煩惱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建議啦 純粹有個為意見啦 希望抽的各位都可以一抽入魂啦 好,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 希望可以留個讚和訂閱我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by bwd6